今天就是推介大家留意中石化386 公司去年的业绩同合预期 增加败息和计划回购带来惊喜 预料利好短线的股价表现 中长线要留意油价水平 过高或不利于公司整体表现 中石化3月中见底反弹 收伏多条平均线 上星期升穿下降轨 昨天再升4% 去到3.86% 走势偏强 短线预料上市过去一年弘行区的顶 就是大约4.3 中线就是上旺大行级的平均目标价 大概是4.8 策略上可以在3.8左右吸纳 跌穿3.5就要减车 风险方面 油价太高有机会不利中石化的预期表现 花旗就预计 如果油价去到每桶130美元 煉油厂将要承担较高的完成本 随后每上涨1美元 中石化每桶煉油的利润 就会下降0.5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